老了男 讨人闲 有钱也会无人管 娘能养儿小 而难养娘老 活着寂寞苦 走时无人见 花喜鹊 尾巴长 娶了老婆忘了娘 爹娘家永远是儿子的家 儿子家却不是爹娘的家 还有 儿女孝顺不孝顺 不是让爹娘吃饱穿暖就够了 养个猫 养个狗 也会让它吃饭 儿女孝顺于否 而是看脸色 对父母说话是否温暖和气 古人深深懂得这个道理 礼记中讲 孝子之友 深爱者必有和气 有和气者必有余色 有余色者必有婉容 可怜76岁老妈飞扬跋扈了一辈子 揣着高额退休金七千元 却在哥嫂家遭遇滑铁炉 老妈被冷暴力了 哥嫂拿她当空气 老太太贴补七千块钱退休金 把她心肝宝贝大孙子养到五岁 上了幼儿园大班 是否该激流永退了 小侄子长得像个浮娃 浴血可爱 穿上我这个小姑姑买的大红中式衣服 完全可以登上春节联欢晚会 大孙子是老太太的命根子 我妈重男轻女 看到孙子就没开眼笑 看到侄女就不喜欢 老太太原本抠门的要命 为了孙子也拿出了老本 嫂子一心想从老太太的钱袋里扣钱 她在哥嫂家已经住了整整五年 再往前 老太太我家住了八年 老太太发现 住在儿子家和住在女儿家 简直有天壤之别 当时我出了车祸 时不时做手术 爸妈帮我带孩子 住在我家 老太太非常气势 她觉得自己劳苦功高 帮了我们大忙 这个忙不能白帮 我家女儿跟老爸不是一个姓 所以 我妈向我要两千元看护费 另要一千元生活费 老太太可真敢要 当时 我的工资顶多两千块 也就是说 我所有的工资都给了我妈 还不够 我妈在我家挣得盆满钵满 扭头去了哥嫂家 发现不但不挣钱 简直把老点都赔进去了 从小侄子咕咕坠地 请月嫂 买纸尿裤 买奶粉 买吃买喝 老太太把钱流水般地花出去 就这样 老太太也没落着好 哥嫂看见老太太就烦 因为老太太当家做主习惯了 总想掺和人家的事儿 老太太不仅爱管事儿 好奇心还特别重 什么事儿都想打听 弄来弄去 哥嫂看见她就头疼 谁都不愿意跟她搭话 我妈委屈死了 她把大半生的积蓄都扶持了我哥 我哥上大学 找工作 娶媳妇 买了三次房子 哪次不都是老太太掏腰包 我这个女儿就像是后妈生的 我妈不仅不给我一分钱 我出了车祸 差点去找阎王下棋 我妈帮我看孩子 还堂而皇之地要工资 我真不知道找谁说理去 我哥呢 身在福中不知福 不仅不知道感恩 还不让老太太说话 动不动就大吼一声闭嘴 我妈气得一佛出世 二佛升天 时不时闹一出离家出走 最后 还是灰溜溜地回到哥嫂家 说起来 老太太也是可怜 这些年 为了儿女 农村老家的房子再也不能住人了 成了狐仙鬼怪的天下 她太抠门了 一花钱 心肝脾肺肾都疼 最终 也没舍得在市里 买自己的房子 这下子 可坏了 她在哥嫂家受了弃 无处可去 她回想起 对女儿的所作所为 不好意思来我家 这不 老妈听到 哥嫂五一之前的对话 一气之下 跑回了老家 昨天 我在文章中写道 哥嫂准备在五一带着岳母和小侄子游山逛水 自助烧烤 吃农家乐 压根没打算带老妈 老妈在卧室外偷听之后 溜溜等了一天 哥嫂也没有邀请她的意思 等老妈追问老哥 老哥死不承认 老太太悲痛欲绝 彻底失望 背着行李回了老家 76岁的老太太气形也太大了 辗转到车 步行巴里地 回到故乡的小村庄 我老哥真不像话 老妈失踪了好几天 老哥一个电话都不打 真令人心寒 当我知道 老妈回了老家之后 吓了一大跳 老房子四面透风 跟破大庙一样 如何住人呢 母女怜心 许老妈不仁 不许我不义 我早就释然了 毕竟是生我养我的亲妈呀 过去的都是浮云 我归心四见 五一那天 我跟丈夫跋山涉水 开车回了老家 我对丈夫说 咱妈喜欢喝酸奶 吃王纪的酱肘子 豆皮儿 北京烤鸭 道口烧鸡 还有千锡百利 各色水果和小零食 丈夫就是个跑腿的 按照我的要求 把车的后备箱塞满了 我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 风驰电掣 直奔老家 山寒情 水寒啸 家乡的一草一木 都如此亲切 我一旦隔屁了 真想买回到故乡啊 可惜不能 女人就是这样 嫁出去的姑娘 就是泼出去的洗脚水 娘家再也不是自己的家 郁郁葱葱 绿树眼印之下 就是我们的小村庄 我家就在村东头 车驶进小村 狭窄的道路上塞满了车 现在大家都不差钱啊 往我们家拐的小巷子口 被一辆车堵住了 丈夫愤怒地说 这些人就是不长眼 怎么放车的 我怕丈夫发急 赶紧跳下车 幸亏那辆车里有人 人家向前带了带车 我们才顺利通过 100米 50米 10米 看见我们家高大的门篓子了 咦 那个头过破毛巾的大妈 不就是我亲爱的老妈吗 我一下车 老妈和另外两个邻居大妈 围拢上来 北边邻居大娘热情地说 明月呀 你有好几年没回老家了吧 我连忙说 还不是三年喜洋洋闹的 但未管得比较紧 西边邻居大婶上下打量我 明月呀 你比前几年长胖了 看来生活不错 我摸了摸双下巴磕 后悔了 我干嘛不化化妆 穿得体面一些 给我老妈长长脸 我这个人 越来越喜欢随意舒适地打扮 我妈比较要面子 以后还是应该注意点 丈夫随后也下了车 跟几个老人一一打招呼 这家伙经常对我三喝四 对老人一向尊重 我妈露出了笑容 儿子连个电话都不打 女儿专门跑回老家 儿女就是不一样 女儿就是贴身小棉袄啊 我熟门熟路 进了院子 在这里 我生活了二十年 一砖一瓦 都那么熟悉 可是却有些心酸 东屋彻底塌陷了 房顶长出了两棵小树 北屋的白墙也一片片脱落 脚脚落落的杂物 还没有清理干净 到处都是破败的痕迹 我妈是怎么在这儿住了好几天的 老太太看我有些伤感 哼了一声 我整整收拾了三天 才有一点模样 刚回来时 满院子大树 杂草 屋里的尘土一止厚 我把几角嘎拉都审视了一遍 听我妈说 多亏了我三姨父 我妈和三姨都嫁到了本村 院子里长满了各种树木 很多是野生的 遮天蔽日 快成了原始森林 三姨父把大部分的树都砍了 留下一棵核桃树 北屋已经盖上了新瓦片 不会再漏雨了 买了新的热水器 已经能洗澡了 买了新的煤气澡 可以做饭了 三姨父专门给重新扯了电线 安了灯管 屋里和院里终于可以照明了 原来的水管不出水了 专门请村里的人来修 自来水也通畅了 爸妈长期不在家 院门外的厕所被推成了平地 三姨父找人 给重新搭建了临时厕所 所有的花小 算下来 花了一万五千元 为了把老窝重新搭起来 我妈也是下了血本 无论何时何地 老窝不能丢啊 我妈看着我 窜来窜去 她满面复杂地说 好歹能住人了 我想了又想 在北边儿镇上买出小房子 要花二十万 租房子住 每个月要花五百元 还不如把老房子收拾收拾 我连连点头 咱家的院子多好啊 不能荒废掉 老妈脸色不好看 你哥根本不把这个家当家 从来不回来看一眼 说到这里 这处老宅子 写的是我爷爷的名字 我妈准备改成我哥的名字 现在 老哥有三处房子 加上老院 就有四处房子 真是个大富豪啊 顾不上寒暄 我们回来 就是给老妈帮忙的 我和丈夫撸胳膊 玩袖子 问老妈 需要干点啥 老妈想从破败的东屋里 把一扇门和一张床弄出来 她自己抬不动 破家值万贯 一砖一瓦都不舍得扔 丈夫别看个子不大 力气不小 一个人就把一扇门拖了出来 我和丈夫又把那张床抬了出来 我妈一直在旁边喊 小心 小心 其实我的心也七上八下 破房顶和四周的破墙随时会倒塌 别把我和丈夫买到里面 又从东屋里拿出一些能用的东西 三一幅砍树的时候 留下很多树根 还有尖锐的断口 很容易把人绊倒 摔倒老太太就不好了 丈夫不知道从哪里找出一个锯子 她马不停蹄 开始处理这些树根 我妈一直在旁边喊着 歇歇吧 歇歇吧 我干点啥呀 出力气的活我干不了 我开始打扫 脚脚落落的杂草和落叶 还别说 丈夫特别能干 这些树根刚出地面 整整齐齐 不会再绊倒人了 丈夫又开始查看各种线路 家里的水管刚到厨房 厨房里面是个洗浴间 洗衣机也放在这儿 洗衣机的插销离水管特别近 万一见到水呢 丈夫觉得不安全 把插销往上面移了移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别看丈夫不爱动脑子 出力气还是一把好手 这个人是个傻实在 不一会儿功夫 帮老妈干了不少活 老妈看女婿的眼光 越来越慈爱 像当初 老妈极力反对我娶丈夫 原因是 丈夫家实在太穷 家在农村 弟兄三个 她是老大 无房无车 公共婆婆没有退休金 但是 我很有自己的老主意 坚持和丈夫成亲 自从工作后 我就像出笼的鸟 老妈再也管不住了 我俩结婚之后 很长时间 我妈 都瞧不上这个穷女婿 老妈在我家的时候 只要我和丈夫 发生一点小矛盾 老妈就会指着 丈夫的鼻子骂 瞧你那个穷酸样 还敢炸毛 老妈扭头对我说 跟她离婚 回老家我帮你找工作 我摸摸鼻子 心里说 拉倒吧 我找工作 您不肯花一分钱 我结婚 您不给一分钱 我买房 您不介意一分钱 我才不上当 我的大脑瓜 一向清晰 我本来就不是个 妈宝女 老妈就是个糊涂蛋 我才不听她的 后来 我病休八年 做无数次手术 丈夫不离不弃 不怕脏 不怕累 照顾我八年 我妈才改变了 对丈夫的看法 丈夫又是个 二十四孝大孝子 对公共婆婆 好的美边 每月给二老 两千元养老钱 一个人承担了养老义务 任劳任怨 无怨无悔 我妈在对照一下自己的儿子 就是我哥 发现我哥只是花他的钱 没有给过他一分钱 老太太心里颇不是滋味 我妈特别羡慕公共婆婆 怎么养出这样一个好儿子 其实吧 丈夫是被她爷爷教出来的 不是她爹娘教出来的 所以 我妈逐渐改变了 对丈夫的眼光 发现丈夫原来是个宝 不是一棵草 丈夫霹里咔嚓 干了不少活 老妈的嘴都喝不拢了 我妈在家住着 柴米油盐都不全 本来我妈想 让我们去附近的镇上吃饭 太麻烦了 幸亏我们带着鸡鸭鱼肉 还有一些小凉菜 都是现成的 北边邻居大娘送来了野菜 非常新鲜 我妈洗了七八遍 焯水 只放了九十九粒的盐 和几滴香油 原汁原味 喷香 吃吧中午饭 我对丈夫说 下午 你带着咱妈去镇上采购吧 看需要买点啥 丈夫点点头 她在沙发上合衣而卧 要休息一小会儿 老太太比较兴奋 中午没有睡觉 跑到门外 给另外两位大妈 嘚瑟自己的女婿 老妈眉飞色舞 女婿一进门儿 水都没喝 就开始干活 人家真能干 三天的活都让她干完了 西边大婶说 这个女婿一看人就挺好 我妈又吹 女婿还是个大孝子 你们不知道 她对自己的爹娘有多好 知冷知热 整天往老家跑 我妈又收获了 两位大妈的几句恭维 我在后面 看着直乐 我妈瞟了我一眼 老妈接着美滋滋地说 我家闺女是个懒洋洋 买菜做饭 洗衣脱地 都是女婿的活 外孙女也是女婿看大的 两位大妈惊呼说 哎呀呀 明月真是有福气 尤其是西边的大婶 伺候了男人一辈子 男人一次饭也没做过 还经常乱发脾气 大婶是真的羡慕我 其实 按辈分 我应该喊这位大婶奶奶 我妈没法炫耀儿子 因为儿子不给她好脸 终于可以炫耀女婿了 丈夫休息了半小时 就带着我妈去了北边镇上 我迷迷糊糊睡了一觉 一睁眼 已经是傍晚了 老妈采购了一些日常用品 本来我打算住一晚上 可是被褥都没有晒 我邀请老妈去我家住 老妈哼哼说 你们家有三只猫 我最讨厌猫了 再说了 人老了 不愿意离开家乡 好吧 我抓紧把新房子收拾收拾 买上被褥 老妈随时可以去新房子住 我跟老妈商量 春天夏天和秋天 老家很舒服 冬天就不行了 老妈还是要回到市里住 我说 老妈 我随时欢迎您到我家住 丈夫也连连点头 老妈的眼睛湿润了 傍晚 我和丈夫恋恋不舍地离开 我摇下车窗说 老妈 我们还会再来的 有事随时召唤您的好女婿 她就是超级召唤兽 老妈乐了 快走吧 天都要黑了 我们行驶在高速公路上 我妈突然打来了电话 我吓了一跳 有啥事啊 老妈在电话里说 你的背包夹层里 塞了一万块钱 千万别扔了 你们的新房子不是要买电器吗 算是女婿干活的奖赏 晕啊 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这是老妈第一次给我们钱 老太太一出手 就是这么大方 竟然给了一万 干半天活 就挣一万块钱呀 也太划算了吧 我连忙说 天呀 不用给我们钱 我们有钱 我妈说 没别的事 你们路上小心 矮 怎么说呢 我的心里好复杂 我们现在不算特别缺钱 毕竟已经装修完了 我妈当初没有雪中送炭 这也算锦上添花吧 不管怎么说 都是老妈的心意 我想把钱退给老妈 后来又想了想 老妈没有安全感 可能觉得亏欠女儿吧 好吧 以后只能加倍孝顺老妈了 过年过节 给她发个大红包 大家说 这一万块钱 我要不要退给老妈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同时也不要忘了 点赞订阅关注我 请不吝点赞订阅关注我